画房为简,盈利有道 今天是11月21号 我们来看一下上阵指数 上阵指数今天跳空低开 没有把缺口补完 整个行情在最后缩量反弹 那么这个下跌 将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吸筹的机会 后续肯定还会继续上涨 目前是叠加世界杯开幕 两次低开来进行震荡 午后量能加剧 下跌的空间非常有限 大家就做好低息的布局 对于疫情汇率还有外部的扰动 同时都会有一些好转 行情肯定是在路上 赛道股随时都有可能会反弹 我们后续要注意一下 汽车整车半导体股票板块 我们要注意一下 粮食肌肉和航天鞠躬类的板块 我们可以暂时远离 最近量能变化不太大 整个都还是在吸筹的状态 我们来这里 还是给大家推荐一只股票 这一只股票的基本面非常的不错 它拥有成本的优势 然后市场的占有率也是非常高 股票从6月份以后一直在下跌 已经下跌了50%左右 现在已经触发了我们技术面 抄底进行买卖的信号 黄金